今天给大家唠唠梦达 这个武将牛逼的 是一个新机制将 可以变更势力 那有朋友说 那神将开局也能随意选择势力啊 对不对 身份局的文小鸟 那开局也能从魏武两个势力中选择一个 果战也有双势力的将 但是我跟你们说 在梦达和他们不一样 梦达是游戏中途可以变更势力 其实我很久之前就有想过 三国杀要涉及梦达这么一个人的话 那肯定是要把他的这个墙头槽属性 跳槽大人的属性给表现出来 那最好的表现方式 就是中途变换势力 梦达这个人就是三国时期投机者的典范 叛刘章叛刘备叛曹魏 三叛几主 这样的人脑子里面是没有什么阵营思维的 哪方给我的回报多 哪方还有上升攻坚 我就去哪方 我不于衷 我永远忠于自己 这样的人你把他放到现代的职场里面 他都不是很讨喜 你何况把他放到中军思想挪厚的三国时代 咱们看他技能苟得啊 真的蛮苟的 每回合结束时 若此回合内与你势力相同的角色执行过以下项 你可以执行此回合未被这些角色执行过的其中一项 一 摸一张牌 二 气质一名角色一张手牌 三 视为使用一张杀 四 变动势力 意思呢就是每个回合结束啊 如果这个回合有任一个与梦达势力相同的角色 执行了这四个选项中的其中一个 梦达呢就可以执行其余未执行过的一个选项 这个同势力的角色不一定非得是当前回合角色 是谁都行 梦达自己也行 就比如说在梦达回合 与梦达势力相同的沙梦科 通过吉利摸一张牌 那这个回合结束你梦达就可以触发狗德 这个描述看下来那你这个技能其实还是蛮牛马的 有一种阿富南的既视感 就虽然说这个机制很新颖 但你这技能的触发时机太随缘了 自己就没有一点主动性 完全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了 首先梦达开局默认是属实力 那有朋友说第一回合你自己肯定是可以执行成功下面的几个选项的 摸一张牌吧 你摸完阶段就能摸一张牌了 摸不了牌出杀也行 然后你就能触发狗德发挥了 这个收益对于一个四血武将来说很稳定了 其实不然 这个技能描述的还是很严谨的 回合那同势力角色必须是单次摸一张牌 摸两张牌不跟你算 这个视为出杀是像曹淳那样视为出杀 你自己掏一张杀出也不算 那你这玩意限制的就太多了 变更势力除了你梦达之外也就是左思了 就这咱还别忘了 还有个必须是同势力角色执行的前提 唯一优点用的 就是这个二选项 还好触发一点 你自己的回合结束 七排阶段七张手牌就可以发动了 就我原本以为这梦达在战局里面 可以很灵活的变化势力 利用技能机制高频率的发动机能 结果你这第一步就看似乐诈了 基础的收益都拿不到 我变更势力有啥用啊 当个小手给人看乐子是吧 这个变更势力啊 本质上就没有什么好变的 我好不容易蹭到一次发动机能 我肯定选直接的收益选项 我还接着变势力接着赌吗 别赌了 赌狗到最后一无所有 除非剩下场上都是一个大势力的 比如说场上五个卫国 一个蜀国 那你梦达肯定赶紧变位 赶紧蹭 你要势力混乱一点 你梦达什么势力根本就没有人care你 就这个技能其实设计感还是蛮失败的 online我也不知道为啥 最近总是爱搞像阿混男 这种莫名其妙的将来混 KPI是吧 而且我也不理解 就历史上梦达和刘峰 不去圆入关羽 让关羽自生自灭 这游戏里面关羽的一局 是可以和这个梦达的二选项配合的 刘备仁德赤威处杀 也能和梦达第三个选项配合 反而在梦达投威之后 重用梦达的曹丕 并不能很好地与梦达配合 OK这是梦达 说实话也是个小手将 楼椅尚且偷生 况我大将军呼 为保身家性命 做奔臣又如何